麥克宜 看到嗎 單單聲 一百十萬難民 你不用什麼火 看到嗎 我在這裡說的 難民 西方式民主就是這樣 就是 你有意無意 都是要 取悅這些選民 但是選民 那個選擇 很多時候是什麼呢 是很短促 目前的厲害 我感覺到 人們搞亂我的生活 令我很不方便 自哀惡化我就不喜歡 你這個贊成的話 我就不投你票 我肯定 他將來下來之後 無論什麼時候 德國人 會很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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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是需要生力軍的 但是問題呢 這個過程 現在的選民在不及 日後 當他 遷古了 遷古了 看來看去 原來這個最好 所以 你看看這個叫制後性 在我們中概政治體制 不會了 我們習近平主席如果這樣做的話 頂得住壓力 不會有這些事情 又破裂又大選 第一不用寫錢 第二 在這段期間 你說他的精力在哪裏 是去發展國家的經濟 發展國家的各樣東西 還是去想一下 如何去大選 破裂 談判 去祖國 幾個月了 十月到現在 頭尾已經兩個月了 這兩個月就空轉 去後 大家都回答 好了 大家都知道 我怎知你 哇 我跟著你去的時候 你下來就可以死了 跟著另外一個 你下來的時候 這些 想想 我取而代之 是不是 歡迎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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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政治上国体的所谓,我昨天是退休局长,我跟他讲国体,西方国家的国体, 和我们中国的国体,他完全不敢答罪,因为可能他不太认识什么叫国体,所以这个你看到,一路走过来看到,